市长谢国良的爸爸谢修平 身前投入慈善公益事业 创立谢清云先生文教基金会 鼓励清寒帮助弱势 不遗余力 谢修平先生就有感念说 基督子弟要栽培 所以他用心在这里 现在前后 已经奖学金 不断地发 再怎么样 裁员有困难 还不断发奖学金 重复间断 所以发到六十五期 发了将近三千万元的奖学金 所以栽培了物数的 基督市青年之地 就是抱持栽培基督青年的心 让颁发奖学金活动 一直持续下去 市长谢国良及新科立委林佩祥 担任今年度的颁奖人 鼓励学子 这个基金会是我父亲创办的 所以其实还很想念他 那另外我跟我哥哥谢国栋 我们也讨论 未来我们也要设一个 谢修平讲座 那我们希望这个谢修平讲座 除了过去 谢金文教基金会 本来就有在 支持的学生之外 我们另外针对于 优秀卓越的学生 另外设一个讲座 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纪念我父亲的一个方式 所以未来我跟我哥哥 我们会继续地来努力 做这件事情 将父亲的爱继续延续 拿到奖学金的学子表示 会好好运用 今天很开心拿到这个奖项 然后不辜负拿到这个奖学金 我未来会以北科大商贯去努力 鼓励金融学子 即使在逆境中 也要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透过教育翻转命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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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茎 就 � чит好